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九 今天我们要回桂林了 然后我表哥跟堂哥已经回去了 我跟老堂开我的小白 但是没想到那个空调要干嘛了 这么多天没有弄 可能不正冷了,不知道干嘛 拿过来修一下,顺便把车洗一下 不知道他修不修得好 我也在担心这个 万一修不好我跟你都没有车上去了 这么快这部车就进医院了 要快点低了,你看 那粉线要那个师傅修 但是按他的仪器说 好像说可能有点难搞而修不好 因为你这个是电车 他们也是很少会修这种车的 他一年多,还没到两年了 就坏了,不可能吧 这么差了 你就吃个素粉 嗯 再点肉啊 我喜欢吃素的 要吃修不好怎么办 搭班车 没有班车 这个利谱啊 利谱在搭车 搭班车有素啊 我搭不了班车了 闻到那个气有味 要晕头,心想做 要抱哥把我那个车 叫头 他都已经到家了 那都陪我不要走 去玩了,过去 那没办法,那回不去啊 谁叫你早上叫他们先走了 我都说我车要洗了 要修了 他们也要早点回去啊 他们哪里知道你那车是坏的呀 我也不知道它是坏的呀 所以呢 他们就为了我们两个一部车 他们两个一部车 早早他们就溜了 哎 可以吃东西的 嗯 哦 还有一个 哇 哇 其实很多朋友 买那个 两盒的那个福利馆的 然后工厂那边有一批单 打破了 他们全部发了一盒 然后你们有收到两 买的两盒收到一盒的 你们私信客服 然后我们给你们补发 所以那个打单呢 是新人 他们搞错了一天 我这两天 我也接到很多电话了 我以为是他们分单发的 没有 是一起发的 分单发 像这样子 啊 再补一盒的话 我们还要贴运备进去的 这个的话 但是搞错了 没办法 就是他会补发的 应该就是前几天 有一批货 他全部弄错了 所以 所以 把厂家那边跟一下就得了 那你们跟先售后嘛 他们没时间的 我们 就是你们私信了过来 客服的 我们都会登记帮你补发的 如果只收到一盒的 朋友记得把那个 订单 就是你收到那个的快递单 拍了 然后发给客服就可以了 然后他会给你们 朋友安排补发了 这两天 昨天说漏发的朋友 我们今天已经全部补发了 然后今天说漏发的朋友 可能是 下午或者是明天给你们补发 就 就就一批单可以是吧 嗯 就只有一批错了 那现在他们没有更好 嗯 那也没办法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 你按错 稍微按错一点点 就会有很多问题 就像他们说的 我 一个电脑 一个键按错了 可能就是几百几千块钱 对啊 然后呢 不发给人家就可以 要不人家觉得我们 我人家明明买两个了 给人家发一个就不好了 这个不会的 你买多少就发多少 有用吗 有用吗 老板 会不会要好久 会不会要好久 你加了也没用吗 好像并没有什么用 没有用啊 没有用啊 没有用 不行哦 是不是那个 是冷机不工作呢 怎么办 现在我们换了一个地方 看能不能修了 认识了 往上去这里 朋友介绍了店 修不了也没办法 嗯 如果修不了 不知道怎么上去了 我就不上去了 烧的好猛 他说 也没用 有可能是二十点 二十点 二十点 一路正前呢 我二十点了 你得到这 这也没到啊 刚刚我们跑了三个地方 然后去了一个新能源 专门修新能源的车 修都不行 他说可能是压缩机坏了 要换压缩机的话又要等 然后我这个车呢 还是属于在自保之内的 所以就是我们 就直接开始扭东那边修吧 就直接去那边修的话 就省钱 因为如果自己在外面修的话 要三千块钱 三千块还是拆车键 不是原厂键 不是原厂键是拆车键 那新能源那不得五六千 如果要三千块钱修这个车 我要把它卖了 我这个手机太不好了 还不到两年了 还真的不到两年了 还差几个月到两年了就坏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前几天我书开 不知道有没有 碰到哪里 碰到哪里或者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就直接去柳州了 因为如果我们从桂林去柳州的话会更远 然后这个车的话跑不了那么远 我们现在是只能关窗了 要假装我们有空调 你有毛毛巾吗 我擦一下汗 然后这样子汗 对到眼睛你们看不到的 要假装我们有空调 我跟你说 知道不 还不能开太快 不能开太快了 如果说早上你不要我表哥把那车开回去 我们就把这个车丢在这里就足了 等天冷的时候再开进去 只能说还好我叫他们 还好他们先走先 先走先 如果我是跟他们一起走的话 那你说呢 你一个人呢 我一个人我就把车留在这里了 然后再叫我们过来接你是吧 要么我就不去的了 那还不是我们要来接 昨天昨天我们也没有 主要是没有考虑到这里是修不了 因为新能源说嘛 他还没有范围还没有那么广 他的一些售后啊维修啊 很多人他不会修 我们都以为只是加血种就可以跑了 像空调一样是吧 不能吧 加血种就可以跑了 我以为就随便一个电 反正车嘛都一样的 应该都会修 但是没想到就是 他很修有车的 他不会修电车 但是看来以后买新能源车 我得慎重一点 要么买贵的 要么不买 要么不买 因为便宜的 油腻坏 这个也不便宜了 一点多就坏了 我就不舒服了 主要 主要是这边没有地方修 有地方修外 车子坏是很正常的事 没有地方修 所以这个就麻烦 没有设施电 对 所以新能源车的话 就是他在里面还没有变故那么过 我们这边整个县城都没有 就是新能源的一个修后的电 然后贵长的话也没有 然后只有南宁 柳州贵林 但是我们去贵林的话 我们先到平乐 然后到贵林 更远 更远 我还不如直接去柳州 还好去柳州 陪我妈家 看一下 然后把车修好 我要不要叫炮哥把我那个车也开下来 这样你报保险的 上次不是被撞了几次了吗 他那个车要报保险 被撞了 因为其他地方他没有那个4S电 他那个4S电修的话很好一些 毕竟你那个车也不便宜 外面修的话 他吞的气压没有那么好 刚刚本来是叫我表哥来接我们的 然后考虑了一下 我们就说自己开去柳州吧 他都准备出门了 这个温度真的努力 如果不是拍视频的话 我就逛着衣服逛着绑着 开车 我们先 先到柳州先把这个车修了先把 然后再看吧 看我表哥有没有空闲 对吧 因为我比较少 毕竟滑着运动 对对 前两天我表哥在这里 我看我比较早 他去山上摘板栗 我都说我表哥了 现在还去摘板栗啊 我还说他了 我说你还去摘板栗 你们不要赶紧回去 太牛了 真的很牛的 这个 你不要早 他太闷了嘛 那有时候他就想出去玩一下 没有人在他就有点 放飞自我了 没人管了 没人管了 在家里我是老大 我爱咋样 我讲去哪就去哪 所以我现在也不太敢 要他自己在家 我们现在准备上高速去柳州了 那么晚上柳州见了 拜拜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月饼发漏的问题 我们会处理的 你们留言后台就可以了 因为我姑他那个小孩子开学嘛 可能有时候回信息回的不是很快 我们已经到厂家那边最近去后台 就给大家做客服了 只要你们有问题然后就联系他们 他们都会安排的 因为他们招了一个新人打单